我们看这一题 他问说若下列选项中为正多边形 正三角形、正四角形、正五角形、正六角形 他问哪一个图形恰有四条对称轴 四角形的,正方形的有四条对称轴 正N边形,它会有N条对称轴 我们分两个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N是N为基数 N条对称轴是哪N条? 就是说,一个顶点跟一个对边形成一个什么 对称轴 如果是基数的话 基数的话,它有N点 市值有N跟边 这里取一点,这里取一边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对称轴 这一点跟这一边,也可以形成一个对称轴 这一点跟这一边,形成一个对称轴 这个取一点,这个取一边,形成一个对称轴 所以呢,它有N的对称轴 那如果是偶數的話 N為偶數的話 N為偶數的話 它也有N個點 那也有N個邊 一樣N個邊 然後的話呢 這個偶數的話 就是兩點形成一個 對正種 這兩邊形成一個對正種 比如說四方形 正四方形 正四方形的話 兩邊形成一個對正種 兩邊形成一個對正種 兩點形成一個對正種 兩點形成一個對正種 它現在的話有N點 有N點的話 兩點形成一個對正種的話 所以有點形成對正種 有2分之N條 那這個是兩邊形成一個對正種 它就有什麼呢 2分之N條 所以總共加起來的話 總共有N條對正種 我像這個 這個總共有四邊嘛 那兩邊形成一個對正種的話 是4除以2 就有兩條 那這裡有四個點 四個點的話 兩點形成一個對正種 所以它有兩條 那這題它是問說 哪一個圖 恰有六條 恰有四條 那恰有四條的話當然是這個 所以答案應該選一 有六條 它的話呢 是兩邊形成一個對正種 兩邊形成一個對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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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兩邊,那兩邊的話 這個沒有畫得很好,兩點的話 這個 這個兩點 再來就是這個兩點 這個沒有畫得很準確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你看它上下對稱,上面是一個等腰梯形,下面也是一個等腰梯形 所以這個就有六條,六邊形的話有六條 總共有六個點,兩點形一個對中組,有三條 那有六個邊,六個邊的話兩邊形一個對中組,所以總共有三條 所以這題答案的話應該要選B 這個段是所以呢,我們可以聽書要打理 チャンネル資格就請記家führ明 然後還是按摩,再按摩,再按摩 就Seeальных訊欄 我們可以聽到這個,那一點